打死他们 今天从第一个项目开始 中国队的小伙子 就是表现得比较出色 开门红 现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 打响了头一炮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队在场上表现得很出色 而且世界很旺盛 而中国队的对头俄罗斯 从目前 前几项比赛的情况来看 发挥的并不是很出色 他们落后 中国队1.599分 在三项当中 所以体操比赛这个分是比较大的 对 9.75分 9.75分 安马是一个支撑的项目 也是英联人比较容易失败的一个项目 正理会的安马也是比较稳健 但是它和型号尾箱比较 大家可能观众就能看到它的幅度 就显得比较小 因为整个旋转 这个 拽的这个位置 和那个猪身的这个位置 都做个型号 他今天全套完成的很出色 郑里非是今年来允现出一个全能线的选手 在97年世界大型会议会上 男子团体的冠军 全能冠军和单贯的亚军 这点是比较短 中国队前四名选手都完成的很出色 这样为最后一名选手 萧俊峰 萧俊峰这个上场可以说 给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 这个心理表现 这样 因为 他的安马 本身是我们 全队比较担心的 下面一个根据出场的顺序 应该是萧俊峰 不知道下面萧俊峰 要不要 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保持体力 也可能他会进行一些调整 我想可能会在 在站住上进行一些调整 因为前面的人都发挥的很好 他可能会简单的做几个动作 邦大连车的 叫华恩得了9点675分 圣俊峰的安马得了9点725分 9点725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自由操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 这是一看0.5的加分 哇 乌克兰的自由操 很有特别 所以说他们刚才 有几位选手都做了 720回楼一周半 这是一个很 很难的 技术性很强的动作 看他结束动作 来看看小地方 安马 看他也要热点身 可以等一会儿 他不用了跳马比赛 他能够做准备 蹭一下腿 不然交叉 平常他的拳道动作进行了一些调整 那么他也是为了能够 像跳马 对 放到一些调整 这是在规则允许的在范围之内 看他那个脚呢 还是从手板上能够吃劲 比较费力一点 对 那么后面还有中国 中国队还有第二环和跳马 这两下 从前四项发挥的情况 但是说中国队今年比得很好 谢谢大家